南澎国务中心为了搭着港港和消费者 一个安全的工作程座和国务环境 并且刚才整顶进行智慧消防的编组和定期的缘练 如果航空也在河河 典型灭火器的操作困难课定 超过智慧编组 转业的消防管理员 对灭火器的操作资料介绍 由于护重经理刷头进行全体观光的实体操作 拿到灭火器我们先把插销拉出来 那如果拉不出来它上面有所谓的鱿鱼丝的时候 我们就先转然后把它拉出来 然后拿取皮管 瞄着火焰底部去压握把 然后来回扫射 就完成了灭火了 我们会办这个全公司的员工来实际的操演灭火器 主要就是因为也有鉴于 其实灭火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需要 大家都能够亲自的能够了解 亲自的懂 虽然有一个口诀叫拉喵压上 但是事实上很多子通口诀 实际上在操作或者是说在紧张的情况下操作 不见得能很到位 可是这种灭火这种事情 一定是要人人都要知道 那大家我们工作在这个购物中心的环境里 也是希望说能够顾到全部的安全 顾到整个建筑的安全 以及最好都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借由自己的这样子的能力技巧 能够把火能够灭得确实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 甚至我们都认为我们会是全台湾 第一个公司全员 公司全员每个员工都实际会使用灭火器的 南澎湾库部中心团去中年三天 我们提出进行全台湾工 实地操作没过去 就算湾工知道拉喵压扫 操作的四桌和口罩 是要实地操作过 只有家共兵士的分练 只要用的面对紧急的重控硬变 台南新闻林跟彩虹博德 遭受到一个